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连 习惯了上山下水 也习惯了风餐露宿 这一次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您看我这身打扮还算正式吧 那问题来了 我是为什么而准备的呢 我看到我们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啊 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这里 这也是我今天穿的这么正式的原因 我就来这里呢来参加这个雪局节 他的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变成第二届雪局文化展开节的盛大积木 演会上各项精彩的表演 吸引大量游客驻足 主办方安排了多项活动 包括带有雪局元素的歌舞表演 雪局产品展示 雪局茶艺展示 除此之外 转足大家眼球的 莫过于桌上一道道美味的食物 细心的您可能发现了 大部分菜里都加入了花的元素 美食与雪局相结合 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味蕾上 都给人新鲜的尝试 演会上到场的宾客 各个情绪高涨 您好先生 您从哪里来 我从大连来 从大连过来 那您怎么知道这个雪局节的呀 是通过朋友介绍 过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哈喽 您从哪里 我从印度 欢迎 谢谢您 您喜欢这个 当然我喜欢这个 雪局也是特别好的东西 在这以后泡泡水 对身体有益 那么 雪局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 这一定是大家都比较好奇的 宴会结束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上的主角 雪局啊 雪局 哎呀 真漂亮 雪局 属局科 有名两色金鸡局 学名舍墓局 生态园所处的清水河村 环境优美 空气清晰 并且这里远离喧嚣都市 即工业污染区 为雪局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我走到这个花棚里呢 并没有闻到 像平时我们看到那种菊花的味道 而是有一些中草药的味道 那我们看这些花大小的不一样 大概呢 它们的瓣啊 是六到八瓣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状呢 跟平时看到那种菊花也是不一样的 雪局花瓣呈现舌状 花瓣上部呈黄色 中下部为红褐色 雪局为一年生草本 由于雪局富含多种黄铜类物质 多种人体必须的矿物元素等 对人体有益成分 已经逐渐作为一种茶饮普及开来 那咱们这个花是什么时间种的呀 是在四月二十四五号吧 开始这样种了 雪局为种子繁殖 播种期在四月下旬 六月末开花 花期一般能维持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您看我在这转一圈啊 发现这花啊特别美 而且特别的高 我身高是一米六八 您看一比就差距了 这些花都比我高 它们呢 为了不让它们倒下 用这个架子把它们围了起来 雪局喜欢光照充足的生长环境 因为大连市位于北半球的暖温带地区 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空气十足大 非常适合雪局的生长 我看在地面上呀 铺的有很多的这个塑料膜 这是什么作用啊 包大食物 因为有黑色地膜的组合 使土壤水分蒸发减少 并在膜内形成水珠后 再落回土壤中 减少了土壤中的水分流失 地膜除了有保湿作用外 还可以起到提高土壤温度 保温增温的作用 地膜覆盖可以抑制杂草生长 这样一来 节省了人工储草的成本 除了黑色地膜以外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还属地面铺设的绿色防草布 以及人造草皮 这倒是更让人好奇了 为什么已经有地膜了 还要再铺这么一层布呢 绿色的防草布 也叫园艺环保地布 它的透气性好 是阻止植物根系钻出地面的 一种园艺地面防草布 能起到美化环境 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 从而为游客提供干净 卫生的采摘环境 人造草皮 则很大程度上 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雪菊生长对土壤 也有比较高的要求 土壤肥力较好 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适合雪菊生长 生态源的肥料 全部采用动物粪肥 饼肥 生态源里的草 也不做焚烧处理 工人师傅会将其集中处理 焚制肥料 再加上大连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 人们将捕捞上岸的海星晒干 用海星焚肥 这些因素都成为 保证雪菊品质的关键因素 花棚内墙壁上 画满了富有铜趣的彩绘 干净卫生的采摘场地 每年一道雪菊采摘季 这里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参观 并进行采摘体验 一直听说这里的雪菊非常不错 所以和朋友相约 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亲自采摘 让孩子们来了解雪菊的一些好处 让他们亲自感受采摘的快乐 我专程从开花区过来 听说这里的雪菊非常不错 我们也是约朋友过来一起 雪菊是药食两用植物 为保证花形完整 所以生态源的雪菊 全部是人工采摘 手工挑选 将新鲜采摘的雪菊放置两天 让其挥发一部分水分 再进行烘干处理 使得雪菊内的营养 能够充分保留 最终加工成雪菊茶 那我们现场现在开始制作雪菊茶 是吗 是的 现在就可以了 好 我们要用多少温度的水呢 我们正常要废水要先烧开 那第一泡的话呢 废水住就可以 那往后的话呢 一般大概在85度左右的水温 来控制这个雪菊的冲泡 茶医师动作舒缓起伏 悬壶高冲 可以让雪菊在水的激荡下 充分浸润 汤色立即显现出来 雪菊茶汤酱红清透 香浓干纯 雪菊除了可以当作茶医外 也可以当作菜品的点缀 让美食有淡淡的雪菊花香 制作糕点 也是人们利用食材而发挥的想象 将雪菊花用废水冲泡 冲泡的雪菊茶汤用来和面 用其制作成饼皮 油酥填入饼皮中擀瓶 这样能让雪菊饼吃起来更酥爽 在饼皮里加入事先拌好的馅料 最后在饼上刷一层蛋黄 烤制20分钟 金黄油量香酥可口 具有浓郁花香的雪菊饼就制作完成了 蓝莓采摘 又给了我们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在草莓大棚里 我们遇见了一路寻香而来的游客 这里的草莓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 雪菊花开果飘香 稍后继续播出 在大连雪菊做成的甜点 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按照我们的演示步骤 在家里尝试着做这款糕点 漫步在极休闲 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生态原理 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 让人亲身融入自然 进入农田如果要说雪菊 深受中老年朋友的喜爱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 可是小朋友们的最爱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温室大棚 同样是非常的干净 您现在看到这些可能是一排一排的树 但实际上面是结了果的 我们来找这里的高大哥 来了解一下情况 高大哥您好 您好 就是摘这个呢 对对对 那种朋友您看到了吗 其实这个果子呀就是蓝莓 蓝莓有蓝色浆果之意 属杜鹃花科 起源于北美 为多年生灌木小浆果果树 几年来 蓝莓作为一种新型的保健果品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 也因为它高高在上的价格而备守关注 嗯 它挺甜的呢 咱们这是什么品种 北陆 我国野生蓝莓主要分布在长白山 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邻区 近些年 经过不断研究 培育出一种 适合在我国东北地区栽培的 半高层蓝莓 这种蓝莓 树体相对较矮 抗寒力强 一般可抗 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 非常适合北方寒冷地区栽培 如何采摘成熟的蓝莓 当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这个怎么辨别它 是不是完全看个儿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熟了 个头比较大的 色比较深一点就熟了 它这个成熟器不一样 大的 颜色深的就比较好 可以摘了 那么小一点呢 色比较淡一点呢 它可能大约10天左右 就陆续就好了 最初结果是绿色的 一点点变 稍微变点红 最后变紫色 深紫色 同一串果实中 蓝莓果实的成熟时间 不尽相同 个头越大 颜色越深 果子的成熟度越高 所以 一般在采摘蓝莓的时候 大家就尽可能按照这个标准 来选择成熟的蓝莓 你看我这盘子怎么样 收获不小吧 但是我们导演说了 让我呢 替它尝一尝 这又红又小的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为了满足它这个猎奇心理 我来尝一尝 这个又红又小的吧 它在摘的时候 就不是特别的好摘 要比那个成熟的蓝莓呢 稍微用一点力气 我先来尝一尝 它是什么味道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导演导演导演 你来你来你来尝一尝 特别的酸 我跟你说 所以说呀 这个蓝莓呢 不成熟的时候 还真是千万别摘它 蓝莓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无处不在 工作人员也用自身的努力 在为游客们 打造一种休闲 舒适的采摘体 我看到咱那个环境 特别的干净 这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呢 我们这个生态园的 经营理念 就是打造绿色 天然健康的 一个生态休闲旅游农业 卫生呢 可以说是我们的精魂 所以说卫生呢 必须放在手里 它是怎么做到 这个这么干净呢 首先呢 环境 我们就是从一开始 春天 正地水开始维护 这个肥料啊 直接搬到土里 水下到这个地下 然后整个全敷上门 就店铺里以往的农业 有土啊 一些比较解极性的一些现象 但是这个延区呢 把所有的现象 全都给处理掉 但是你来了以后呢 看门有土 一小朋友来以后 踩在那样 可以关着脚啊 可以在那里做得非常开心 在发展中求创新 用创新和品质赢得市场 休闲农业才能够在日新月异 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站稳脚跟 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前来参观体验 这里的蓝莓很好吃 很甜 大家值得一蓝 蓝莓味道酸甜适合 蓝莓也是一种高纤维食品 可以作为日常饮食中 纤维的良好来软 我们平时呢 经常吃这个蓝莓啊 因为它个子小啊 所以一口要吃好几个 我是这样吃的 那今天呢 我要看一看内部结构 是什么样的 这一刀切下去 可以看到 这个刀子上呢 就留下了天然的色素 是紫红色的 这是因为蓝莓中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 花青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植物水溶性色素 属于天然的抗衰老营养补充剂 花青素还能够增强血管弹性 改善循环系统 增强免疫系统能力 我们来看一看 打开的这个蓝莓呢 里面是有籽啊 这个肉呢 是呈白色的 那这个皮呢 是紫色的 像葡萄一样 蓝莓的皮 果肉和内部的小籽 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蓝莓的可食率 能达到百分百 蓝莓除了可以当作水果 直接食用完 在炎热的夏季也可以榨成果汁来饮用 在榨汁机内放入蓝莓 再倒上矿泉水 蓝莓和水的比例为1比1 蓝莓在积极的高速运转下迅速榨碎 刚榨好的蓝莓汁 呈现出浓稠的紫红色 这样一杯维生素和氨基酸含量 丰富的蓝莓汁 清清爽爽 冰冰凉凉 给人以独特的享受 生态园里板块划分十分明确 刮过蔬菜 分布在园区的不同位置 这里一年四季 客工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来到这里 之前还是花红柳绿 此时已经是冬天了 目前的温度在零度左右 还是挺冷的 那么在这个生态园里 有什么值得我们再次期待和前来呢 12月份正是草莓成熟上市的季节 在草莓大棚里 我们遇见了一路寻乡而来的游客 美女你好 你好 你从哪来啊 我从大连来 我从庄罕河过来了 是专门过来摘草莓吗 专门过来摘草莓 从开花去来 这里的草莓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 觉得这个草莓味道怎么样 这个草莓味道特别的正 特别的甜 大零 这个地方草莓非常好吃 相当不错 和吸贴 草莓味道特别特别好 以前那时候就是 听说了这草莓的味道好 所以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草莓作为一种典型的浆果 草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果胶 花青素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一直以来 大家对草莓都抱着执着的热情 但是一道草莓上市 就让大家无比困惑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在市场上 买到寡淡无味的草莓 但是在这里 不管是对于草莓的外表和口感 大家都一致地抱以好评 大哥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个草莓叫红颜 红颜草莓果实呈圆锥形 果实致密多汁 糖度高 风味佳 除此之外 红颜草莓之所以受到种植户的青睐 还因为它具有植株掌势墙 做过绿高 果形大等特点 看这个草莓 色泽也是非常的均匀 而漂亮 非常的鲜亮 它这个籽呢 也是分布的很均匀 香甜 而且水分是非常的充足 特别甜 红颜草莓适合在15至22摄氏度的温度下生长 对光照和水分要求比较高 早晚温差大 有利于草莓有机物的积累 适合在大棚内栽培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盒草莓大概是有多重 大概是一斤半左右 那它的单颗草莓的重量呢 大概是40克 在大连地区 大棚内栽培的红颜草莓 采摘时间能从每年的12月份 维持到来年的5月份 过期长达6个月左右的时间 咱们这边的采摘价是多少 因为刚上市呢 我们家订的价是1230斤左右 门票呢 大人采摘票是80 儿童呢50左右 前来采摘的游客 对于这个价位 又是怎样一个态度 你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 价钱还可以啊 平常我们在超市买也是这个价钱 正好跟着家人朋友一起过来体验一下 这个环境也特别的好 特别的干净 我觉得从过来感受啊 整个这个过程和市场的草莓 确实因为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啊 应该怎么接受的 我看到这大棚里啊 有很多的蜜蜂 那我知道蜜蜂的作用呢 是瘦粉 它对草莓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大哥 咱们养的是什么样的蜜蜂 我们养的蜜蜂叫意大利蜜蜂 这种蜜蜂呢 主要用于传粉作用 意大利蜜蜂采集力强 瘦粉效果好 再加上这种蜜蜂 性情温顺 一般不会主动遮人 是人们倾向选择的蜜蜂品种 在这里 一个大棚内 会养六千只左右的蜜蜂 这种蜜蜂对草莓呢 有三点好 第一 产品比较均匀 增加产量 第二呢 能够抑制那个 鸡群果的发生 草莓大棚是一种封闭环境 在无蜂且缺少昆虫的条件下 仅仅靠自然授粉 很容易造成草莓授粉不足 畸形果增多 蜜蜂放入大棚内 授粉均匀 也从一定程度上 减少畸形果的产生 第三呢 也起了一个 间接的 间接环境的作用 因为蜜蜂的生长条件 比较苛刻 我们这个棚内 假如有农药的话 它是存活不了的 草莓的品质保证 是吸引消费者 前来采摘体验的重要原因 小娜在大连当地 还发现了一种 比较有心意的吃法 准备一些草莓 对半切开 虾仁开背 裹上水淀粉 下油锅 炸至虾仁表面微黄 重新起锅倒油 加入番茄酱 白糖和橙汁 使其充分受热 待汤汁浓稠 并且开始冒泡时 可以以个人口味 加入白醋 并用水淀粉勾芡 然后将虾仁下入锅内 翻炒一分钟 最后在出锅前 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草莓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这样一道草莓虾球 酸甜可口 生筋开胃 大家不妨可以在家尝试尝试 此行 我们最大的收获莫过于 认识和了解了雪菊 蓝莓 草莓 等多种多样的优质农产品 生态园里 干净卫生的采摘体验 以及特别增设的娱乐项目 吸引了很多游客 前来参观体验 现如今 生态园还在不断增设和完善体验项目 注重保护自然的高层次旅游和教育活动 想要谋求长远的发展 只有不断探索创新 通过对园区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 充分发掘现代生态园丰富的资源内涵 带给更多人优质且难忘的感受以及体验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